近期在海内外热播的一档电视剧 那可谓是绞翻了整个留学圈 带着爸爸去留学已经播出 便开启了口碑骤降模式 直接刷新了前段忍遍全体90后的热播剧 青春痘的坠牙记录 小编也是本着静岗哀业的态度看了一击半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作为曾经也以留学生身份出国的小编 深深地觉得 这怕是有史以来留学生被黑得最惨的意思了吧 行了 我也不是吐槽节目 各何妄也懒得吐槽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的留学生人设 用实锤直面打脸那些个带着爸爸去留学的巨英们 让我们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咖 Hello 爱采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谢洪 谢是谢谢的谢 洪是红水的洪 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美国读PhD的 就读的学校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费城 现在我是在2018年11月底的时候 答辩完成拿到我的博士学位 然后继续留在原来的实验室 做了大概半年的博士后 在这之前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然后我的专业是临床医学八年制 但是我最后选择了五年本科毕业 然后申请美国的PhD过来读书 然后接下来我可能要在八月份的时候 然后入职BCG上海办公室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被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会参加一些我这五年的一些感想吧 不过我可以大概的回忆一下 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可能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 那第一个方面呢 可能是我自己性格的原因 我一直都觉得读PhD 我并没有特别强的一个目的性 我当时想的并不是说我读了一个PhD 然后我就一定要走跟PhD这条 就是读的东西相关的来做以后的职业 当时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觉得我就应该去不同的地方 学习和生活去体验一下 因为我觉得弟弟人生很长嘛 虽然说去外面读书 比如读一个博士 你可能得花五到六年的时间 但你把整个人生 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五年 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长的时间了 如果说你在结合之后 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话 其实应该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所以总共来说 第一也就是我想体会 另外一种生活和学习的环境 所以选择了出国读书 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比较practical 比较现实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刚提到说 我读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嘛 然后我本来读的是一个八年制的专业 八年制是什么呢 就是你从本科入学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八年博士读完 你就拿到你的博士学位 然后之后呢 你就会去选择一个医院去实习 然后做主治医生 然后副主任医师 然后主任医师 以及往上走 这对我来说 就是当时觉得会是一个 看起来像是一个 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 就是你有一种 一眼能望到头的职业的感觉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想说 那对于在国内读 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出国读一个相关生物的PhD 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就是可能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去看到更多的职业的机会 以及通过你在出国的经历这段时间 让你看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让你以后的选择会更多一些吧 所以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 我想体会一下 不同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不希望自己的职业 是一个一眼能看到头的职业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和每个专业的博士 还是有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就讲一讲 我自己的相关经历就好了 因为我读的是 相当于Biomedical Science的一个博士 主要的策动方向是肿瘤的研究 那对于深博士 以及这方面的博士呢 我想说 我准备了几个方向吧 那第一个肯定是硬性要求了 就是说你的英语一定得过关 比如说像托弗呀GRE什么的 虽然现在好多学校 不要去GRE了 那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做相关方面的准备了 对吧 但是托弗成绩肯定是需要的 所以那第一部分就是硬性要求 那个对于语言的准备 那第二方面呢 对于深凌博士 其实因为你博士 其实做的是一个研究 学校想招你去做研究呢 他其实想知道一下 你对这个研究有没有兴趣 以及你对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所以就为了准备这一部分呢 我当时从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就是在本科的实验室找了老师去做相关的研究 然后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所以这个G首先可以体现我对这个是感兴趣的 然后他们才会想说招我 那第二方面的说明我在这个方面也有一定的基础的知识 所以说啊对于他们把我招进去呢 那我也就是不是说从零开始 那我是有一定基础的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刚刚我们说的科研的方面 那第三个方面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特别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你的心理一定要去做好这个准备 因为特别是对于我来说 相当于是转了半个专业 因为我是从一个医学专业转到了以研究为主的专业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跳了半个专业吧 就当时升级PhD的时候 为什么说心理方面我觉得要做好准备呢 一是你转了半个专业以后 你就会一些学习东西不一样了 你要非常明确 你要想好你自己是不是想要去做这个五年的抗命门 这是一个挺大的抗命门说实话 然后这个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个心理方面呢就是你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和学习 那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就是去挑战一个全新的生活 去挑战全新的环境 比如说就是当时一出国来以后 你包括租房子呀包括去找房子呀包括你自己要做饭呀 这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自己的安排 你有没有在申请出国的时候就做好这个准备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能只能回答一部分 就首先那个跟国内的读博士的同学相比 我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 因为我国内就像刚刚说的嘛 我是那个临床八年制本科 八年制的那个学生 然后是五年出来的 所以我国内的同学基本上他们就是按部就班的读完八年 然后在最后三年 比如说就开始考职业医师执照啊 或者是在医院实习然后找工作什么的 其实一是我不太了解 二是其实这个医学博士和其他的研究性的博士还是不太一样的在国内 所以这个问题我可能回答不了 但是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 在博士的生活体验以及整个学业难度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先说一下那个学业难度吧 大概就大家可能通过我说学业难度 也能大概的体会一下说在美国读博士是什么样的体验 然后我可以之后再加上一些生活方面的体验 然后大概就大家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总体的感觉吧 那对于学业的难度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 至少说至少不是不会是容易吧 学业难度 那具体要分几个方向呢 我想说的是可能我根据时间顺序大概讲一下 因为像我们的话前两年是要上课的 然后两年以后就不需要上课了 大多时间就是去管你的整个博士的project 然后再到最后的时间里 你要决定自己博士读完以后要做什么 像我的话那就是找工作 那我主要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体会 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上课的 上课因为我们前两年上课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本科的时候是医学学士学位 但是我现在读的是肿瘤生物学的博士学位 所以对我来说呢 稍微是在开始上课的时候稍微是有一些难度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在语言方面 因为很多专业的词汇我们在国内是不会特意去教的 虽然说有的课程呢 我们会用英语去授课 但是不是所有的课程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在那个语言方面的难度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学业本身方面难度 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有个对比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和我同一级进我们博士program的另外三个同学 他们本科都是生物学的 所以生物学呢 跟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更搭边一些说实话 比如说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第一个课程大课是cell biology 就是细胞生物学 这个在我国内我在医学院学的细胞生物学就比较简单 就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我们大概的学了一下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放在学那个人体的解剖学啊 生理学啊之类的 但是生物学的同学呢 他们肯定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本科的时候就去把这门课学的非常的深刻了 所以当我把自己和同学们比较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自己学起来会有一点吃力 因为对于我来说相当于是一个从头学习的过程 那这个是对于学业就在上课一方面的困难吧 那另外方面的困难就是你知道美国很多的课程 他都是分小组学习的 所以就是大家这分小组里面比如说十到十二个人 那我们这节课的任务就是一两个人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然后下面的人就会参与讨论 那就在国内说实话 我经历的还比较少 虽然说当时在北一 我们当年改革了有一个课程叫PBL 它的全称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好的讨论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课程上 我们同时也有十几个人 那我们就讨论一个临床病例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尝试 我相信第一次尝试总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大家说实话讨论的也不是非常的完美 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有这样的方式 但是用那种方式来适应美国这种小组讨论方式 其实还是显得有点智能 那说一说接下来就说一说在科研方面的压力吧 因为对于一个博士来说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完成你自己的博士的Project 然后能够顺利的毕业 这些前提当然包括你有没有做出什么东西啊 你有没有发表一个比较好的文章啊 有没有满足你博士的Community 他们对于你毕业的要求之类的 那这几个方面呢就主要就对于学习压力主要包括你一开始选择你研究的方向 就你有可能你选就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一个特别冷门的方向 有可能呢你选择的方向可能会在接下来这几年大火的一个方向 你都不知道 所以一是其实你就是确实很难是去predict 二是呢你可能你自己看的不够 所以你不了解接下来可能哪些方向会火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其实我们就从就是先先从稍微公立一点的角度来说来说的话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将来再几年会特别火的方向 一是你可能在发表文章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容易一些 二是因为他火嘛所以需要的人很多 在你以后再找相关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也相对要容易一些 那就是第一方面你比较难predict哪个方面比较火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那个见识或者是本身的想的不够多 所以你不了解的一方面可能会火 那这个是在选择课题的方向 那第二呢就是你选择课题方向以后你要选择实验室 那有的实验室就比较做的比较基础 那有的实验室会做的跟临床相关的 那这些可能就是给你自己的兴趣去决定了 那这些可能我觉得都还好 那可能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自己做自己的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觉得压力这个方面压力可能也来自于两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technical的压力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做生物类相关的实验 你所有的实验都相当于是一个试验的过程 就是你很难去说我做这个实验就一定能够成功 我做一个实验就一定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有可能你做了一年两年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得到 这个是让人很发生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是technical的问题 那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一个peer pressure的问题 说实话我听很多人都聊过这个问题 当然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个问题 那peer pressure可能也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跟你同龄的人以及跟你同样专业的人 就你有可能听说比如说博士第二年第三年 别人就发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章 然后就觉得别人课题都做的这么好 为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你可能会有一个stress的情况在那 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来自于你 比如说你的高中同学或者大学同学 就是他比如说你就你的博士现在就25岁 或者是25岁以上 就好多同学其实都已经本科毕业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要稳定的收入工作 以及或者是大家都升职了或者什么样 然后你还是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压力吧 那所以我觉得科研方面呢就来自于这几个方面 就是选择你的研究方向 选择你要跟的老师实验室 以及选择你的课题 还有就是来自于自己心理方面的压力 我觉得对于博士这个毕业时间的话 可能我们要从分成两个方面去看 一个是从你的导师以及你整个博士答辩委员会 他们对你的要求 那这是另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就要从个人的角度去看 那我可能要详细的说一下 为什么要从这两方面去看一下 以及说完以后我再大概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 就是为什么思念多一点拿到博士学位 那对于你的博士导师以及你的博士答辩委员会来说呢 他们肯定是需要你达到学校所要求的博士所毕业的那个standard 一般才会让你毕业 对吧 那这是对于他们对你的要求 那从自己的角度上来说呢 其实有的人他可能达到了博士毕业的要求 但是他还是决定会再多待一点时间 就要么是他在这段时间内决定去找工作 因为你知道我们留学生毕竟有一个身份的问题 如果说你一旦选择了毕业 那你就不再是学生的身份了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找到一个你理想的工作 那这中间就比较就这个时间就比较尴尬了 那还有有可能是有的同学呢 他比如说他做完了一个课题 那他在想做第二个课题 那第二个课题再做到中间的时候 那他可能也不会想那么早走 所以我觉得毕业的时间呢 那可能是有一方面是强行的要求 以及你自己的决策 这两方面是决定的 那具体说到我自己的身上呢 就是第一从我的导师那方面来说 我是在大概还不到四年的时候 有发表了我的博士的论文的文章 所以那个基本上算是满足了导师和我的博士答辩委员会的要求 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 第一首先是我觉得自己运气比较好 虽然说我当时在做博士第一个课题的时候 就是前两个月都是失败的 但是在做第一个课题的时候呢 就可能是你稍微细心一点 你会发现在你失败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有一些新的亮点在里面 如果你继续去follow你那个亮点的话 有可能你会成为你的下一个课题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课题是怎么来的 就在第一个快要失败的时候 那偶然发现有一个分支出去 那我可能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我就已经做下去了 然后之后都比较顺利 那第一方面就是我运气比较好 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是可能在自己时间的规划上也非常重要 就是你在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把你全部的精力就放在去做这件事情上面 比如说你发现你的课题进展的比较顺利了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就希望他尽量在我顺利的时候 我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上面 然后就是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去完成更多的事情 然后你就不会在以后发现不顺利的时候 你在troubleshooting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更多精力去troubleshooting 去解决那些问题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给的建议的话就相当于有时候就有的也涵盖了我之前在回答您的一些问题上面 第一个我觉得一定在读博士的时候读博士学会的时候要想好你是在之后可能会要做什么 就虽然说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读博士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性 而是更多的生活是想去体验这个学习和生活环境 但这个并不等于说你是来玩五年或者是来玩一段时间怎么样 虽然说你想体会生活 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我当时的来美国读五年书 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我的目标大概可能会是有几个方向吧 要么就是去做research那进入学术领域 那要么就是去industry做比如说药体什么的 那也有可能是去做其他行业 比如说我即将要去做的咨询行业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大概的一个方向 那因为我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稍微明确点方向的话 你读博士期间可能就会比较迷茫 但一迷茫的话就会导致你在之后 比如说在选择方向上有一些混乱 或者是在之后在时间的管理上 可能也不会特别的有效率 所以这种一些一点呢 就是希望大家稍微明确一点你的大致的目标吧 至少说那第二点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 大家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就像我来说 你再决定了你不走相关学术领域的方向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把就做研究的时间 控制在前面两到三年 那如果你在最后一年的时候 或者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你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或者是了解找工作方面的事情 这些能够帮助你更好找到心意的工作 那第三点呢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放平心态 特别是博士研究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博士研究生 怎么着也得四五年五六年的时间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你对比一下身边的朋友 特别是没有读博士的那些朋友 他们可能都已经小有成就了 但是你会觉得说 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说 一定要放平心态 当你拿到博士 拿到博士学过以后呢 你可能就会稍微起点 就会比别人更高一些 因为比如说有的工作 那我们的要求 那他就是那个PhD 或者是你PhD加上相关的经验 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不用去过于比较这件事情 因为人生还长着嘛 你毕竟大家读完博士可能也都三十岁不到 你还有很多时间去赶上你的同龄人 或者怎么样 而且还有就是你enjoy了这个过程啊 我其实很多时候都觉得没有必要去陷入你的同龄人 比如他们有多好的收入或者什么的 其实你想一想你在博士的这五年 和他们在职场拼搏的这五年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拼搏的这五年 往往比你博士学习这五年会更辛苦更累 所以是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建议吧